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整个今年看起来的话 从23年一直到24年1月份 是现在进入到2月 那么整个市场赚钱最容易的 或者说财富效应聚齐比较密集的地带呢 还是咱们这个美国股市啊 尤其是科技板块 那么美股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科技股啊已经是涨幅呢 超过了百分之五百啊 那么有一些大盘股呢 也是像苹果呀亚马逊呢 这一类传统类的科技板块呢 也是涨幅在一倍啊 或者说是百分之一百五以上 那么这些财富效应带来的一些热点话题呢 大家也是可以适当关注 包括最近Vision Pro 苹果的VR眼镜啊 他们不叫VR 他们叫Vision Pro 那么也发布了 那么之后呢 对股价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去看一些的 那么我们在开始的过程中 我还是要先做一下免责声明啊 这个也是我们没有考虑到 大家的个人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 那么如果是大家呢 这个经济情况啊 或者说是年龄啊 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或者投资策略 购买斯呢也是老牌公司啊 所以说大家呢 对我对购买斯也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 那么市场解读啊 最近的市场呢 还是刚刚也提到了啊 以美国市场为主 因为呢 中国市场也好 澳洲市场也好 它的赚钱效应呢 是比较弱的啊 非常弱啊 尤其是咱们这个A股啊 真的是哀鸿变野啊 那零过年前啊 拉涨了一下 但是呢 相比于过去啊 美股表现来看啊 真的是很难同一起 这个同窗而语啊 那么如果大家投了纳斯拉克股票呢 在去年应该是大盘啊 就回报超过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在近期呢 是屡创新高 但是投了中国股票呢 真的是十年如一日啊 那么感情都没有变 但是呢 也很难升温 不冷不淡的 价格一直在稳定的下跌 所以说呢 你相当于投中国 那比起投美国啊 机会成本就是少了百分之八十的回报 那么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下来啊 这个钱是不得了的 因为我们知道金融投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福利 所以说美国股市呢 我们大概一定要在海外的话呢 还是要接触一下的 那这个矩阵图呢 就基本上说明了我们重点关注哪些股票 像这个方块啊 最大的呢 就是市值啊 估值最高啊 不是估值 是市值最大的 像苹果呀 微软啊 那目前呢 微软呢 基本上在市值啊 超过了苹果 还有英伟达啊 包括谷歌亚马逊特斯拉啊 这些呢 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么一些新兴的 像LLY啊 是后期职秀 是医疗健康领域的 大家呢 也是可以去关注的 如果大家觉得 我对哪一个感兴趣 或者说觉得这个板块还不错 像它上面会分啊 这个交通啊 或者说是信息技术啊 科技啊 金融啊 医药 房地产 能源啊 如果是大家对某些感兴趣的话 自己去查一下背后啊 这个行业有哪些热点 我们也是从这个小红书啊 或者说抖音 或者是SBS啊 推特啊 等等这些事 交媒体上看最近哪些话题比较热 那我们去找到这个热点话题背后的行业 比方说是之前啊 信息技术出现了啊 华为在海外有间谍事件啊 那么这系列导致的呢 都是IT啊 或者通讯技术方面 包括安全领域啊 云计算安全领域等等 那么我们去找相应的 那么如果是像啊 大家突然哎 最近生命的人又很多啊 会不会又严重啊啊 或者说是生命科技有没有新的突破啊 干细胞有没有新的突破 如果你是针对这方面领域比较感兴趣的话 找到相应的 那么就去右上 右上角找这个healthcare啊 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图看到了美国市场在现在的情况下 它占比最重的还是科技类板块啊 那么以通信科技类为主啊 或者互联网科技为主 那么右下角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传统领域啊 像能源啊 像房地产啊 还有这个金属类啊 或者原材料类了 工业类的 那么整个的公司的估值呢 已经没有办法给到很高了 因为我们看到未来啊 科技发展到现在啊 人类的这个社会整体结构想要往前进的话 第一大领域呢 还是科技类的啊 不管是communication service还是technology 那么再往后一点的呢 就是消费消费类的 像亚卫讯 它也不是属于传统的消费啊 包括特斯拉 它都是在传统消费领域有升级啊 把线下变成线上 或者把新能源啊 这个传统的油车变成新能源啊 那就再就是左下角的financial领域 一直是在任何时代 你只要有经济 有商业行为 商业往来 那么就有金融公司 那么右上角呢 就是这个医疗 所以说这几个板块呢 是大家呢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段 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那 它只有在这种领域里面 才会产生巨无霸和大的龙头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啊 就是比方说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过去一年的时间 这些股票上涨幅度大的 像这个英伟达上涨了2.3倍啊 那么AVJO啊 还有这个微软上涨幅度都比较大 AMD也上涨了一倍啊 都是做芯片啊 或者说是相应领域的啊 硬件领域的 那么META呢 META是META啊 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 JOJ后面 JOJ呢 就是谷歌后面是META META呢 就是我之前在疫情后 应该是那21年22年22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呢 去墨尔本做活动啊 年终活动还提到了 这个Facebook转行转型啊 变成了META之后 那么我们在一段的市场 静默期或者市场不认可之后 那么一旦这个行业迎来爆发期 这个公司啊 是跟着行业走的 所以说呢 它的股价呢 上涨了1.5倍 当然现在呢可能会啊 还要超过这个 那么我们就说啊 从英文媒体也好 或者说是中文媒体也好 上面获取了信息之后啊 包括现在很火的话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到底什么话题最近比较火啊 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AI技术 那么AI技术呢 就是扎克伯格啊 或者说是啊 像这个Elon Musk啊 这些人他们就比较活跃嘛 他们总会创造各种各样的话题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他们推特啊 各种内容上面都说了什么 然后呢 去找到他们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些操作 你像那个这个扎克伯格啊 对吧 他就是在说AI好 我要投AI 但是呢 他也会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你 他认为现在的公司的估值的股价已经天高了 我们看到从2月5号以来啊 基本上这个内部交易的全部都是啊 扎克伯格在卖出META啊 META的这个老大 扎克伯格在卖出股票 你看啊 他这个2月7号卖了是1600万 卖了2900万啊 光一天呢 就卖出了3600万美金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2月6号 他又卖出了两笔啊 2800多万和1500多万 他基本上这就快上亿了啊 那么2月5号又卖出两笔啊 依次又是2900万和1600万啊 在过去呢 他也是断断续续的啊 但是大额的呢 就是在最近啊 就2月份进入2月份以来 5月2月5号啊 6号这个7号 这几天呢 扎克伯格的这个META卖出是很多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他财报公布出来之后 股价大涨 大涨之后呢 谁在买谁在卖啊 散户在买 然后呢 这个扎克伯格自己在卖啊 所以说大家要清楚的 知道当一个消息利好 释放出来股价大涨之后 理性的投资者和感性的投资者 他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谁能知道一家公司的发展好不好 肯定是这家公司的CEO 谁能知道一家公司的固执 到底有没有高啊 过高或者过热目前的股价 那么肯定是扎克伯格自己 非常清楚自己的股价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呢 当一个热点话题来了之后呢 那这个公司到底值不值得长期持有啊 其实是里面的这些核心成员 是非常诚实的啊 他们的身体和行为是很诚实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不要盲目 一看到AI啊 现在还往里冲啊 冲的呢 就是要冷静一下啊 因为人家大股东 CEO都开始在大量的卖股票 几个亿几个亿的卖 所以炒题材股会不会赚钱呢 会不会大赚呢 是会的嘛 因为你只有题材股才会有产生流量 只有流量才会有溢价 那一个默默不闻的小股票 它不管做的再好 也没有人注意到它 没有注意到它 就没有资金进来 没有资金进来 就没有人买它的股票 没有买方 那自然价格就上不去 对不对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像炒房一样啊 大家都是一房难求的情况下呢 才会大涨 房市才会蓬勃发展 那么对股票也是一样啊 一股难求的情况下呢 这个股票市场才会蓬勃发展 才会更加繁荣 那么题材股的这个定义呢 什么叫题材股啊 就是我们最近哎 发现你朋友啊 甚至父母都在聊 然后说公司在聊 然后公司裁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工智能开始替代了一些工种啊 然后看段子啊 大家发现很多段子都是跟这个行业相关的 那就证明最近呢 它非常火热 那好比说当年啊 我们知道是聊天的大妈都在谈炒股的时候 那个时候 阿姨们啊 就是疯狂的进黄金市场 疯狂的进股票市场 那个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消息在中后期的时间段了 因为这些群体呢 或者说这些潜在的用户呢 他们并不是啊 24小时在这个市场里面转的 所以说等这些信息传递到他们手里 或者他们的这个视野里的时候呢 那么消息呢 已经是偏于之后的 这个之后呢 可能是三五天 也可能是时间更久 那么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都有抖音 都有小红树 都有TikTok 都有Facebook 所以呢 我们传递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那么效用呢 也会更猛烈 因为涉及覆盖的人群会更广 那么也就是说 进来这个题材的资金会更大 那么因此呢 题材股 在未来呢 它的波动幅度啊 会比以前更大 以前 比方说特斯拉啊 翻个三倍 不得了了 对不对 那么到现在 到以后啊 可能翻个十倍 二十倍三十倍都有可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后面会有 源源不断的资金进来 那么并且呢 在同一时间段进来的钱呢 是非常剧烈 假设原来 我假设我们以买房子为主啊 在悉尼啊 有一百套房子 那么突然进来 一千个人要买 这个呢 是过去的这种感觉啊 并且他 你这一千个人消化了 然后有人可能又犹豫了 又不买了啊 然后呢 消化了之后呢 可能下一周又进来一千人 然后又有新的一百个房子 放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循环 这是过去的 可能持续很久 那么现在呢 是一百个房子放出来 突然来了一万个人啊 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效果呢 可能会比过去呢 影响的更广泛更深远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最近呢 就是人工智能啊 这方面啊 我们看这个包括苹果 出了很多的这个Vision Pro 那么你在抖音上面 可能都会搜到啊 一些社交媒体上面 就大家带着他出去玩啊 出去行动啊 甚至开车啊 开飞机啊 都可以带着他 甚至做手术都可以带着他 各行各样领域的 目前的应用呢 开始越来越广泛了 所以说整个人工智能 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是概念 现在是商业化 是生活化 一旦商业化 生活化了 这个用户群体啊 就非常广泛了 在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呢 iPhone啊 刚出来价格很贵 非常惊艳 对不对 就跟现在的Vision Pro是一样 它彻底呢 能够去结合 整个生态 元宇宙啊 或者说新的AI生态 去发生硬件上的改变 一旦硬件发生改变了 软件就不再是问题了 所以说 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我认为这个行业从啊 不管是虚拟现实技术 还是说 我们说的虚拟资产 在未来呢 它的重要程度呢 开始继续大比例增加 那么 ASMCI呢 也就是这个 整个的代表 就是他们为代表 最近二月份出了很多美股财报 包括微软啊等等 Meta这些都出了 出财报都是超过原有预期 远远超过了 但是呢 这个大幅度超过啊 可能会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 就结束了 因为新的 科技生产力的 这个爆发新的 美国这些企业 可以把软件 把服务啊 卖给全世界 可能两三年的时间呢 这些全世界的公司呢 就基本上普及化 AIA这些成果了 所以说呢 在最近啊 这段时间 虽然大家看到的股价 非常高 但是呢 它的估值啊 还会继续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 这些全世界 如果我想用这个AI软件 我去哪里买 我就只能用这些巨头的 我去哪里买设备 买硬件 买显卡 那我还是只能跟他们去买英特尔啊 英伟达呀 对不对 那我微软 对啊 还是这几家 我去跳 我不可能说啊 AI人工正能这么强大 这么先进 投入这么大的一个 行业 一个新兴行业 我需要雇很多教授 我需要每年花几十亿 三百亿美金 我不可能找一个初创公司啊 说你有一个AI产品 我就去买 对不对 像苹果的Vision Pro 它的制造成本 就是在第一台生产出的成本 可能是几十上百亿美金 但是第二台 第三台就会很便宜 对不对 那我们不可能第一台的这个场景 去找一个初创 或者小公司去买 所以说呢 一旦当 我未来的一些小型公司 使用这些巨头生产出来的工具 哎 我付费 我每月付十美金 二十美金 三十美金 当这些群体饱和之后 那么这些巨头的增长 才会停滞下来 他们就会进去研发下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两到三年 因此呢 大家看到股价目前很高 但是不用恐慌 每一次的下跌 都是中长期投资者进入的时机 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说几个月就结束了 它传递到世界的各行各业 各个国家 各个角落 它需要时间的 那么只要时间没结束 只要没有完全覆盖到 每一个可以使用手机的人群体身上 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结束 它的生意呢 就还可以继续做 它的钱就可以继续赚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就是说 你怎么去找到这些热点话题 你去哪个行业去找到 除了我们说的social media上 社交媒体上面 我们还是可以去 在这些过去的业绩表现来看 就是最近哪一个行业板块有话题 哪一个板块有资金的追跑 我们看到technology是排第一的 consumer的消费领域的循环 或者说是工业领域 他们还有communication service 是排在后面的 那么最惨的是real estate 就是地产 那么在未来的地产和能源 这两个行业 它基本上已经是确定 我就很久以前就说过 是西洋产业 但是很多人他不信 对吧 或者说是你不信 是因为你在舒适圈里面 是因为地产行业 这个行业非常慢 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蓬勃发展 它带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财富 它是一个区域的财富 它是一代人在这一片土地上 努力的最终结果的认可 没有问题 在过去 我们的努力创造出来的结果 是在物理世界里面 但是呢 未来我们看到的 更多的财富创造出来的 并不是在物理外界的这种体验上 而是在感官精神上面 这些需求 那么technology和consumer 还有communication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层面的 包括第一幅图 最大的那个板块的价值 依旧是来自于这些公司 而不再是energy 不再是能源石油 对吧 不再是red estate地产 那么我们再看一周的表现 我们抓住未来 那么其实还是在前面的这几个板块 那么再加上一个healthcare 就是生命健康 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周期里面 technology已经涨了9% 在三个月的时间周期里面 已经是涨了21% 这个是整个行业 所以说呢 以前我们买房子 对吧 我们看一年上涨3% 5% 7% 我们是享受的是 实业经济固体的这种资源 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那个也就是说 让你一年5% 7%的增长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technology 技术科技 创新的阶段已经来了 并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在风口上面了 那这个速度呢 就非常的快啊 那么再看这个半年和一年的表现呢 就更夸张了 一年赚44% 对不对 那你有这个钱 你投10万 一年赚4万多 你去换个车 对吧 去干个别的啊 那非常开心 但是呢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投到了一个发展很缓慢的行业 比方说我们看到一年的表现 Resident和Utinity都是负的啊 甚至接近负10% 那你投这个行业呢 可能就是负10%啊 在不用干干 也不去真实操作情况下 没有算你投入的时间成本了 对吧 你加在一起呢 10加45%呢 是55% 差距 那么两年下来 别人就比你多赚一倍多啊 不要忘记时间还有福利呢 所以呢 我们做的呢 就是去找到目前热点 热点当下全世界全人类的热点都不在房地产上 而是在新的科技变革的机制厂技术革命上面 如果大家对AI这件事情还有怀疑的 你去用一下 去体验一下 不管什么东西啊 不管是哪个行业 不管是翻译软件 还是这个谷歌搜索啊 你去用他的AI版的啊 或者说是chatGPT 或者说编程扣的啊 或者说是做一个短视频 一分钟一句话 就可以产生一个视频 你去用一下体验一下 你会知道 哎 这个世界的未来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不拥抱的话 你可以 你不去学习 也可以 但是呢 你的投资要往这下面靠了啊 你的被动投资 被动收入 你要这个行业带给你来 带给你未来的财富增长 让这个行业里面最有才华的 最有能力的一批人 但是不是让你追高啊 因为扎克伯格是不是也在卖股票啊 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股价估值过高了 不是让你现在去买啊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资产的配置比例 往这上面去靠了 那么现在估值偏低的呢 主要还是在港股上面 腾讯厉害 非常厉害 今年发钱啊 发多少个亿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发30个月的工资 作为年终奖 30个月的工资 腾讯啊 随随便便一个人的收入是一两百万人币 发30个月 相应是发大几百万哦 一个人哦 所以说呢 腾讯是很赚钱的 并且呢 他有大量的现金流啊 大家如果是觉得海外的股票 哎 价格过高了 但是腾讯可以啊 腾讯可以抄啊 对不对 我做不出来Vision Pro 我可以抄一个 我可以去模仿一个 模仿的成本很低 你研发一个第一 第一代的Vision Pro 可能需要10亿美金 但是我仿一个的成本 可能只需要1亿美金 我给他拆了 我重新仿一个 那这个研发成本就低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是说 既推荐这种做法 也不推荐啊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专利和版权 以及人家定价可以那么高 安卓手机定价就是比苹果便宜 对不对 那么华为后面也是靠多少年 追上来了 以及整个国家和消费者的扶持 所以说我们不考虑那么多 但是呢 大家如果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赚到下一桶 比较相对确定的 找到这个行业低估的地方 那么就是在港股上面 就是在腾讯啊 在网易 在美团 在百度 在快手 在阿里巴巴 在京东 在这些公司上面 他们呢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里面啊 能够有能力第一批 享受AI成果 并且呢 创造出属于他们的价值收益 或者价值曲线啊 只有在这些公司里面 才才能产生 你总不可能去买这个恒大 对不对 你说恒大能产生什么 AI的未来科技变革呢 不可能的啊 但是小米呀 快手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在过去呢 没有中美贸易问题 或者说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恒生科技指数和纳斯阿克的互联网指数呢 它的涨幅和波动曲线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 如果是大家 哎 觉得美国现在太高了 我香港现在还是比较低估的啊 当然香港有长期的政治问题 或者说是政治不缺精性啊 这个是触及了啊 资金流动流出啊 但是我们没有关系啊 你公司好公司 你今年不涨 明年不涨 你总会有一天 它的固执是要兑现的啊 因为社会 全社会的资本流动呢 它始终是会从价值被高估的地方 跑到价值被低估的地方去 只是说 哪些资金更有耐心 哪些公公这个 哪些机构啊 大钱啊 他们的资金成本更低啊 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先过去埋伏 所以他们赚的钱是最多的 那么现在呢 对港股目前啊 科技类的板块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低估的价格 那么在港股方面呢 像粤文集团 京东阿里啊 那么表现涨幅也不错啊 跑赢恒生科技指数 那么美股方面呢 在知乎啊 唯品会啊 这些公司都是在我们的软件上可以买的啊 那么涨幅也不错啊 还有一些其他像百度啊 甚至新能源汽车啊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那么当然了 最猛的还是说这个Meta 还有英伟达本土的美国公司啊 美图公司的表现也不错 那么真实案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微软呢 在啊 过去PC时代 它的涨幅呢 是很缓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创造出来的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我有多少人买了你多少的Windows软件啊 买你多少台电脑啊 你一个市场有多少群体 这个群体里面每年你能够渗透多少 有多少人会买到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 因为你相当于是开多少门店 就会辐射到这个地区的多少消费者 对不对 在九几年的时代 没有互联网的 没有抖音的 没有带货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开多少门店 你就跟World World Coast一样 你辐射这个地区啊 那我们知道它的股价是以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啊 那么就是在左下角啊 这个86年到96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方式啊 它是一点一点的震荡缓慢上行啊 那么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呢 我们发现哎呀 这个经济危机来的太惨了 整个互联网行业被抛弃 为什么就跟当年万达气势汹涌的说啊 线上是不可能火的 那么现在有了Vision Pro之后 你换衣服啊 都是一件可以换衣服 你Vision Pro里面前有个镜子 镜子里面就是你 现在可以完全看到你自己 这个镜子呢 它还是3D的 它不是平面的了 它不是二维 它变成三维的了 它甚至变成四维的 看你十年后你穿什么衣服好看 你十年前你样子是什么样的 它都可以模拟出来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在Vision Pro里面 你可以占十个你 从十岁二十岁三十岁 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巴拉巴拉巴拉 你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Vision Pro都可以给你 立体化的穿越时间线的去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 线下的体验是干什么呢 线下体验无非就是去喝咖啡 跟朋友去逛一逛街散散步 对吧 你今天走的步骤太少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发现了 新的这个科技发展 已经让你在家里可以走路了 不是在走步机上 是比那个更先进 是有哪个公司正在研发的 我忘了 也是一些科技巨头 那么我们看到了 整个当2000年开始 整个微软公司 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也就是仅仅在 搜索引擎上面做升级 在优化 Windows各种优化 那么就是在 闷深的去做一个 很简单的商业行为 但是他没有创新 对不对 他只是在过去优化 什么时候开始有创新的呢 是iPad Android之后 就是2013年之后 当Windows开始进军 比方说他收购诺架 那当时我们也记得非常清楚 他是整个的 人类的这个设备 已经是从电脑没有普及 变成了电脑普及 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就会快一些 手机呢也开始变得普及了 那么最快的速度呢 应该就是在14年之后了 到这个疫情前 全中国那个时候的手机 还有互联网的使用量 以及电脑的使用量 都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那么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增长曲线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出现了很多电商啊 那么电商大家都要用到 他的这些云计算的东西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PC时间 PC时间段的 它是一个震荡上行 互联网行业竞争加剧的时代 那个时候有百团大战啊 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出现啊 商业模式出现 并且那个时候互联网呢 它是不赚钱的 免费时代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科技时代 云计算时代 付费时代 你用人工智能 你每个月要给20 30 40美金的啊 你不给你就用不了 但是你要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价值是远远超过30美金一个月的 但是呢 你在20年前 那个时候有什么呀 对吧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打的价格战 都是免费的 他没有这个知识壁垒 大家也没有消费付费的意识形态 那你现在全世界20亿人用一个软件 每人啊 10块钱 20块钱一个月 那你就是上百亿上千亿一个月的收入啊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说呢 在整个AI时代啊 我们对于科技类公司的估值呢 是要重新评估的 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整个底层建筑逻辑 并不是你有多少地 并不是你这个圈子能扩着你的消费影响力啊 比方说Cose设一个点 他就影响这个社区5000人 2万人 这就是他的影响力 但是呢 AI时代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在任何行业 任何地区帮你做一个升级 比方说你原来公司啊 做一个科技创新类的 或者说是美图类的 那你可能需要几个剪辑啊 你每年的运营成本可能是50万 那么现在有AI之后呢 运营成本降到了20万 他相信是帮你整个行业的成本 降低了一半以上 那么产出呢 是提升了一半以上 所以说呢 你这样一正一反 他比方说你的这个 marketing的行业 市场的行业 每年在全球的价值是2000亿 那么现在呢 好 他给你变成了6000亿 因为他降了一倍 又增加了一倍 所以说呢 一正一反 那么你 他带来的这个价值 是你这个行业的三倍 他对每个行业 都有这样的附加值的能力 所以说呢 微软也好 苹果也好 现在全部都在变革 当然了 我们现在看的呢 就是说 我们要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 或者说你可以买一个OO 三个欧的这样的科技类的基金 也可以直接买 纳萨克在GOMAS的平台上 都可以直接去买 定投 那么谷歌呢 也非常有意思 谷歌在过去呢 也是从扩张期 到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瓶颈期 为什么 因为谷歌人 他们做的事情非常好 他们就在做 自动性情 在研发自动驾驶 其实说在做谷歌眼镜 还在做这个 也做一些AI的研发 还有这个Pixel的手机 但是呢 他并没有卖的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他不着急商业化 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转 他在16年 转型成立 做人工智能 那么在之后呢 一路稳定上涨 随着他的人工智能 开始商业化 跟咱们这个荣耀 合作 恢复合作之后 我们也看到 他的股价得到了 更高程度的支持 所以说在AI的布局 他不是说 这一天突然出现了 也不是说今年 去年突然出现了 而是在过去 10年的时间里面 都在布局 只是说 在目前出现了 商业化的条件 并且可行性 已经落地了 那么这个可行性 来自于我们的 智能手机的升级 来自于我们 芯片技术的研发 现在芯片已经很小了 不然你以前要扛一个 那么重几十公斤的 大电脑 怎么去做 对不对 你现在只需要一个手机 一个手表 一个眼镜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也有更新的 VR技术 或者虚拟现实技术 那么软生态也可以了 像Meta Facebook的公司 母公司 对不对 Meta 已经元宇宙 深耕了快10年了 所以软件 硬件 资金 资本 都已经实现了 都已经ready了 做好了准备 那么在疫情之后 这一系列的信息 就爆发出来了 因为疫情 大家没什么 没什么车干 对不对 澳洲人就在家生小孩 那么美国人 就在家研发 这些新的科技 当然开玩笑 所以我们其实 能够看到的 就是说 我们在各个领域 文娱 游戏 社交 平台 电商 SaaS 这一系列的细分板块 它都属于AI里面 随时可能会产生 龙头的 当然了 你说这个BOSS平台 贝壳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 很难 除非是它有大量的 现金 或者像百度 有钱去投 那么也有 面对失败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公司 你们最容易成功 或者最有大概率 能够成功的 就是腾讯控股 所以说它收盘 不到300块钱 大家就可以考虑 未来 一旦打开了中国市场 它腾讯 目前的估值 各方面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企业 非常低 那么阿里呢 也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这个 适应率很低 只有八点几 这个六点几 现在八点几 附近来回震荡 它的人员团队的基础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巨头来讲的话 我最最比较青睐的 还是腾讯 那么像美股 这些拼多多 大家也都可以关注 拼多多目前的销售额 还是很厉害 但是它在人工智能上面 它可以再深化一下算法 包括英伟达这些传统的meta 亚马逊微软 大家还是要关注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可以就是没事 搜一搜最近的热度词 看一下 再生农业很火 我去找一下农业的股票 猫相应的 这个猫啊 狗啊 小宠物啊 很火热 那我就去找一些类似的话题 那我看看 像猫小狗相关的一些 疫苗类的股票啊 还有这个零售电商平台呀 还有这个宠物医院 连锁 连锁股票啊 有没有价格合适的啊 那么还有这个人脑机 脑机接口啊 就是大型思维这些 有没有新的领域啊 比方说是结合了 这个马斯克的一些公司啊 有没有一些新的 可能上市的机会 因为他们这些公司啊 上市的价格都很低 有没有这种啊 股价还没起来 在我们看这个15啊 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大家都去搜副业啊 不仅是咱们华人搞副业 劳外他也要去搞副业 那搞副业怎么搞呢 我们就要找到 你自己能够擅长的领域 那么其实呢 我们找到这个领域之后啊 你还是要研究这个领域背后的 价值逻辑 投资逻辑 还有发展逻辑 那这几个逻辑 你怎么去验证呢 你就要去找到这个市场上 比较成功的案例 最成功的案例 肯定是来自于上市公司的 因为他圈了钱最多 他赚的钱是最多 他占有的市场份额是最大的 所以你到头来 还是要研究股票 你研究这些生态之后 你研究这个行业 龙头啊 你就知道 你自己的生意应该怎么去引导 到底是像你开个餐厅 你说我开个餐厅 我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 你开餐厅 你也能开成海底楼 也能上市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能轻轻松弄的 就做到那么大的规模呢 所以要学的地方很多 要借鉴的领域呢 也很多 做金融投资呢 只是我们的一个副业 或者说是一个学习 这个世界成功商业模式 一个捷径 或者说是看到这个世界发展路径的 一个渠道 世界是在向哪里发展 那么股票上面的资金 就会追到哪个行业 哪个板块 哪个领域 哪个个股上面 我们看到它涨 我们就知道 这是未来 这是社会的未来 科技的未来 是能够影响到我们家庭 整个未来几年走向 甚至投资教育方向的一个参考指标 就跟很多年以前 我们这个美女都去哪里 去这个当空姐 那么传统领域不行了 那么美女都去哪里了呢 去做金融 去银行了 传统银行也不行了 又去哪里了呢 现在又去做抖音带货 去做直播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趋势和现象背后呢 都是有很简单的逻辑在里面 不管是投资 还是女营生意 还是我们做家庭教育 培养下一代 我认为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最最懒的方法呢 就是定投纳萨克指数啊 这个神话级的投资 现在呢 这个上次的 每次我都在讲 那么现在呢 价格已经涨到 一万七千多了啊 基本上是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这样子这种的涨幅啊 只要美国不倒啊 只要美国 他能够稳住 他的美权地位 和他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那我认为呢 美国的科技板块和科技股 他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么还是最开始那句话 不是让大家去追高啊 这就太坏了 而是我们去研究 找到我们感兴趣的板块啊 股票 ETF QQQ啊 或者是纳萨克指数啊 我们对这个感兴趣 觉得他适合自己 我找到一个回撤的 相对比较能接受的 第一点定投 或者说是我有钱就投一点 现在没钱了 我就不投 对不对 我当一个长期存款 拿三年拿五年 这个行业在整个世界啊 我生根眨牙 封了眨牙之后 就像科斯拉 对不对 我可能获得回报 是百倍千倍回报 你投了几万块下去 就变成几十万几百万啊 那时候买房 还是难市吗 对不对 那时候房价说不定又跌了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人口的增长啊 它的供求关系 一直在发生变化 而目前我们说 财富的集中的地方 一定是能够给 这个世界的社会生产力 带来变革 并且呢 把生产力翻上 四到五翻之后 我们的股价回报 才能有十倍以上 所以说大家知道 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就是如果是对开户啊 做交易啊 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啊 买股票啊 或者买外汇啊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大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那么祝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